其实在心理上很有可能是他对物品有一个完美主义的依恋 比如说人家送给他的礼品啊 人家送给他的一些东西啊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不行啊 我一定要留着啊 不然感觉我人生就不完美啊 他的自我价值是定义在这些礼品上 也就是他把这些礼物全丢掉 他会不知道我是谁 我爱哪里 把生活想成是让心灵更舒适 欢迎收看Ariel聊心事 哈喽大家好我是Ariel 这一集呢要来跟大家谈谈那种家里的环境 我不知道大家家中有没有一种东西越来越多 越堆越高越买越丰富的这种迹象 也就是到每次你要大扫除的时候 你都有选择困难 不只没有丢 反而只是把它锁起来然后愈愈弄越多 那如果有这样的现象让你感到很困难啊 这一集Ariel就要来跟大家说明 到底什么是储物症是怎么样导致的 我们又可以怎么来处理跟预防呢 第一个可能你有丢弃困难 所有不管东西的客观价值为何 从很昂贵到不值钱的保特瓶塑胶带 还有一些纪念币等等的 已经不管价值为何了 你都要留 第二个就是你有对物品有一些相对的执念 什么是执念 就是你认为有一天我一定用得到 但这一天可能在你生命消失的那一刻都不会出现 第三点就是你居住空间非常混乱 有一个CIRS量表 这个量表是供我们临床工作者去核对说 你现在目前的凌乱程度为何 一到九分从卧室客厅处罚 这三个面向去核对说 你现在家里的凌乱程度 只要高达四分以上 我们就会定义为可能就是 有稍微符合出乌症的这样的症状 你不是要看到它上面混乱程度就想说 我没那么乱我应该不是 很不好意思 你只是把它收的比较干净 第四点这边就有补充了 虽然你可能摆得很干净 但通常都是有第三者干预的问题 什么叫第三者干预 就是你的家人看不下去 你的另一半看不下去 甚至连你养的仇物经过都不屑一看 所有人都看不下去了 你才被迫收到很干净 你不是去把东西清掉 你只是去买个东西 然后把它收纳起来囤在那里而已 第五个以上我讲的现象 你都不是因为身体疾病所造成 有时候有一些 可能我们有些支障啊 或者是一些大脑功能的受损啊 你不是因为这些东西而造成的上面现象 那就符合出乌症 出乌症的原因其实很复杂哦 从心理上啊 社会上啊 环境上啊 记忆啊 其实等等的面向都是构成出乌症的原因 今天可能就心理上来做分析哦 其实在心理上很有可能是 他对物品有一个完美主义的依恋 这边有两个很大的概念哦 完美主义跟依恋 我先讲完美主义 比如说人家送给他的礼品啊 人家送给他的一些东西啊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不行啊 我一定要留着啊 不然感觉我人生就不完美啊 他的自我价值是定义在这些礼品上 也就是他把这些礼物全丢掉 他会不知道我是谁 我在哪里 第二个 我们可能会说到价值观的集体潜意识影响 比如说 节俭是个美德 这种价值观长期熏陶之下 导致他丢东西的时候 他要丢的那一刻 他的内在就有这种 你要注意 有时候美德哦 是在一定的比例状况下 当你什么都不丢的时候 那也是一个缺德 请注意 完美主义的心态 在形成出乌症 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 你很害怕你会失去东西 所以你让自己不用选择 所有东西都在你家 就不用选择了 因为你不想失去 而都不想丢东西 这就是完美主义最严重的地方 以上我讲完完美主义 接下来第二对物品有一种依赖哦 会投射到物品去找到一个安全感 那个东西可能是 缓解你的焦虑不安情绪 你以前不知道有没有一件 在你很小很小的时候 会有一件小贝贝 那很臭了 你还拿起来觉得 嗯 好温暖哦 OK 你有一件小贝贝OK 但是如果你有十件小贝贝 不OK哦 我们人可以依恋东西 但请不要过多 他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鉴别标准 叫做 有没有影响你的生活舒适度 休息的时候 你是可以好好的去看你这些公仔 玩偶 甚至是电动轨道 第二个是 真正的玩家 他不只会把他在橱窗柜 好好的一个一个一个摆好 他会定时拿他的保养清洁的用品做擦拭 那跟你的储物塑胶袋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请我们做个区分 那我们在临床上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患者呢 有 其实他们都不是当事人来就医的 所有都是被他的重要他人拖来的 他们不会自己有病逝感 先生把太太拖来 因为他先生常常打开冰箱就 噢噢噢 被攻击这样 先生说 我太太有1996年的巧克力还没有吃 太太一开始还说什么 我哪有 我解检错了吗 我有这个家解检错了吗 他会很生气 其实我们后续如果进心理智商心理治疗 门诊搭配一点药 其实那效果是最好 心理智商心理治疗的方向 我们就会着重在 讨论这些物品 对他的感情到底是什么 就比如说1996年的那个巧克力 之前先生出国买回来给他的第一盒巧克力 他只想要留住他对先生的爱 也就是他害怕先生有一定会离开他 他对关系的分离其实是焦虑 所以他把他的焦虑放到冰箱长年没有亲的那些拼拼罐罐里面 先协助他意识到 这个可能影响到他的生活后人 第二步很快的关键是建立跟他的信任 就是我们要去理解他对东西的依恋 到底是怎么原因的 不要评价他 所以我们需要去理解是 这个东西对他来说一定有真实的原因 就是他会很痛苦 甚至他会影响到他胸闷 你要丢他的东西他会发作 所以在这边也跟大家提醒 请不要随便丢出症患者的东西 你可能要一步一步先去跟他做沟通 先理解他的需求 甚至你发现已经严重的影响你了 你可以把他带来我们的身心科做评估转介给我们 其实都可以进一步协助到他 责骂他们是最无效的沟通 因为只会让他们更痛苦 我们通常在治疗上是会先去丢 对他影响最小的 邀请他去试试看 对他生命中影响比较小的东西 通常会先丢没洗碗 快便当和卫生纸之类的这塑胶袋 我们会先邀请他去处理那些比较小的东西 然后再一步一步一步处理 作为自己之前有一点小小出征的Ariel 我的方法就是 有时候很多送给我们的卡片跟礼物 你会觉得说丢掉是不是就会好像很不好 还是什么的 我跟你讲现在网络很发达 Ariel自己的方式是会把它录成影片 拍成照片 偶尔拿出来回味一下 其实我觉得那个效果是一模无一样的 跟你讲一个bug 大脑其实是搞不清楚现实跟照片的 大脑是搞不清楚的 也就是在看那些照片的时候 大脑也会以为就是真的 所以其实我每次在把它翻拍之后 我就可以把那个东西去做一个回收跟处理 让我的生活空间可以越来越舒适 我们等要相信自己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去转化对这些回忆的收入方式 而不是去影响自己的生活舒适度 我觉得内心的舒适度 会跟物理的舒适度是有一定的正相关的 我觉得在断舍离的历程中 你会真正找到跟自己自我的连结 那不是浪费东西 那是找回内心真实的自我 和以上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有一个 减法更好的人生 好啦 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啰 拜拜 请不要在那些东西以外的地方 比如说储物柜的下面 我放个纸箱 应该不会有人发现吧 会 我们现在就已经注意到你了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 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